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第二超快棋的比赛 这盘棋的胜利 如果谁能够取胜 也将意味着谁能夺得 本届比赛的最终的冠军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对局的进程 我们这样挑的这几盘棋 全部是郑维彤直红先走 第一盘棋双方是下城 慢棋是打平 第二盘棋也是打平了 第三盘棋呢 郑维彤开先取胜 第四盘棋赵新兴开先取胜 第五盘棋又下城往核棋 那么这是第六盘棋 也就是说的最后一盘快棋 对 超快棋 如果再打平呢 将进入这个抢棋的 这个最终的对局 对 好 我们看这个进程 双方还是以中炮对平鸿马开局 三盘对局都是中炮对平鸿马 对 应该说郑维彤对布局的研究有素 对 走中炮的这个人应该说是 一般是要熟读病毒战策 对各种套路有一定理解 因为黑方呢有各种各样的走法 他有反攻马顺炮 平鸿马里边他还有强领棋足 左炮 风驹 三步虎等等 那么红方呢 采用的是直驹 黑方是驱头平鸿马 对 那么双方的体能呢 消耗已经很大了 这是上午的决战的第五盘棋 就是两个人先下了一盘慢棋 打平了 然后是两盘快棋又都打平了 两盘超快棋 这是第五盘棋了 已经下到了一点多钟 对 应该说双方这个节奏还是非常紧张的 那么由于在第三盘棋当中 郑维彤呢 攻击黑方的左马盘和得手 因此呢这个赵锡英呢 又改变了这个布局的策略 他又采用传统的平泡队局 那张维彤确实攻克呢 做的比较严 你平泡队局呢 他也想到了一些这个进攻的办法 我们看啊 对 然后黑方是四进五 泡八瓶九 然后红方 他是先打了一下 对 可能都关系不大 他局九瓶八 局一瓶二 这儿呢就形成了典型的平泡队局的 这个局面 红方采用的五九炮 那么红方接下来采用的是 炮大中兵那个变化 对 炮五星四 这个也是一个著名的变力 早在五六十年代呢 就一度流行 但是后来呢 这个感觉到黑方呢 就说的反击的这个办法也比较多 因此呢 就是时有出现 就是说 这个棋呢 比如说红方找到了一些 或者说改进了一些进攻的招法 就再度出现 如果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 那么这个棋可能就 很长一段就比较 出现的频率就比较低了 那么在 最近呢 几年的走的比较少 应该是前七八年 或是十年左右的时候 有一度呢 走的比较多 就是在2006年 之前 那几年的走的非常多 但是作为一个顶级的选手来讲呢 可能对这里边的变化呢 都要有一些了解 但是问题是两个人已经下了很久了 那么看谁脑袋 更清醒一些 对 或者说是看谁先犯糊涂 谁先出错 对 然后黑方接下来走炮七进五打兵 这个打兵呢 也是黑方的一个反击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最老的走法呢 就是走步向 那么 飞向 后来呢 有一度呢 就是走退马多 就是马三退五 他保留这个向 暂时不飞 将来我这个马 还有可能马五次跳出去 那么这个棋呢 黑方呢 也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直接过足 对 当然黑方也可以走炮二进五啊 进四都有啊 对 进五进四进六 对 但足其一呢 就比较明快 他呢 将来是马八进六 拘八进八 在左翼呢 形成 比较这个强大的这个攻势 对红方的这个右翼呢 采取这种蒙攻 应该说也是互有顾忌 这个棋呢 是非常流行的 前几年呢 就双方演练的很多 像什么上海的谢静啊 啊 这个还有咱们北京的这个蒋川啊 对 他们对这个套路都研究的很熟练啊 对 那么有一次这个赵公老师呢 他研究这不深 他刚输给蒋川 然后他又走红的 跟那个来自这个湖北的啊 党匪走 结果很快就摆下阵来了 所以这个棋呢 你要想走的话呢 必须要研究的啊 比较的全面 那这个棋 郑伟同也没有什么招 他也没什么办法 他就是选择了老谱 对 就是说他在这个谱当中呢 他又选了一招 好久没人走的了 可以说郑伟同呢 就是说的 确实花了很多的这个脑筋啊 动了脑筋 花了很多心思 来琢磨这个策略 我在什么时候的局面下 采用什么样的招 能收到出其不意的这个效果 不过张老师 我感觉他胆子也很大 因为就是红方马三退伍这部棋 本来是改进的走法 就说明这个向谈进武这变化 可能是相对稳健一些 但是他反而现在敢用这种走法 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赛制啊 他如果打合了的话呢 他不是叛復 他还有回言余地 所以说这个规则呢 就更趋于合理 因为2007年赵新兴首度得冠那一年 那年你也拿了冠军 对 2007年 那一年的这个规则是两盘 就是一曼一块 第三盘就突然死亡 对 那个突然死亡呢 有多少第二盘突然死亡 第二盘 那个曼琪如果打平 人的话直接加下快骑 然后是合骑黑省 对 所以说那个规则呢 就是对人的压力太大了 而且这个骑如影变形 所以你看这个骑我们讲了 这次第三盘骑了 还是很有味道的 就两个人下的这个骑呢 还是很精彩的 就是说他双方允许你有这种 双方有合骑的余地 尤其这是第六盘骑 第五盘骑双方是打成平局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赵欣欣呢 在前面连续奋战了 五盘骑的情况下呢 这个时候次序呢 就走不准确了 这招骑如果是下慢骑 对 赵欣欣肯定慢慢想 当然下快骑 它就凭着一种概念走 这盘骑的应该是五加五的快骑 对 每方五分钟 就说每方五分钟 每走一步骑五秒 那很快 根本反应不过来 这个骑呢 正招呢 应该黑方先走足迟几年 先送兵 对 那一般就是还是得下午前才飞掉 你也可以不飞 你可以马金六 直接跳马 那黑方就马马金六往里等 你就飞不掉这个兵了 速度更快 然后它居五平七吃掉 然后黑方这个时候呢 可以走什么 这个 就是黑方是不是可以浸泡了 好像有炮二斤四和炮二斤五两路走 这个骑它还可以炮二斤五 塞住它 将来马六斤四是先走 对 我印象中记得是有这种这个走法 总之呢 这个骑呢 就是黑方呢 应该先送走 先看它一下的态度 如果你像五斤七把我飞掉 飞掉 我可以再跑五斤六 这时候我进跑 对 这个差别很大 你现在不能马金六了 马金六马马马金六灯霜 对灯霜 那这个骑呢 面临着马马金六的红方 这骑没有什么先手 主要是这个黑方这个速度更快一些 对 黑方将来还可以 马马马金六马马马金九的走法 对 还有马马马金九 它对它也有牵制 对 这样红方整体上来看呢 也不容易掌控 对 还是个高向 所以黑方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局面 对 那时事当中呢 红方一飞向这个的时候呢 黑方呢 就是走了一个炮二斤六 对 直接进炮 他这个炮等于先进来以后定型了 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 他没有炮进我们的机会了 对 那先完走完这以后呢 红方就 就居无平息扫着兵了吧 对 他跳马跳上来了 先跳马 然后他过足他扫兵 对 过足的时候他居无平息吃兵 那这个时候就不用下五金三飞兵 黑方这个速度慢 对 黑方马马金六 就是说那二路炮不能先进 得先过足跳马 对 以后这个炮随时有 对 各种走法 对 所以说这个开局啊 这个特别容易这个混淆 到底是先进马 还是这个先过足 就说的诸如此类的吧 也要引起我们广大爱好者的这个注意 其实还是主要是对其的这个理解 就说你看你过完租以后 是不是先手 他是先手吗 对 他必须得处理 你不处理呢 我就有这个反击了 那这个赵欣欣呢 你也是作为这个决定高手呢 可能是确实下得太疲劳了 对 这个可能对这个概念啊 当时没有很留意 可能想着这个炮肯定有一个浸泡的思路 对 所以他忽略了这个次序上的这个很关键的走法 红方你看这个时候他马六斤四了就 这个谱呢也有 但是这个骑是黑方亏的谱 就是黑方走到这儿黑方只能走 有一些被动啊 只能走去八斤二是不是 去八斤二就说什么意思 当马四斤六的时候 他将来可以十五斤四这么去防去 他有这么一个这个防御 但这个骑他也亏 因为红方拱骑兵啊 兵器平八啊 对 还有马六退伍以后 马五斤四往这边 这个骑就是黑方也亏 但时代当中呢 黑方连这个居八斤二呢 他也没走到 他这个形势更加的这个被动了 对 对 当红方马六斤四的时候 他居八斤四了 对 他直接捉马 然后红方马四斤六 对 这个是一个杀 黑方只能居八斤四 只能居八斤 来跟过来 红方这个时候 他先补这条势 他也不着急 十四斤 因为这个骑呢 不是呢 就是不给对方呢 将来更多的反击的机会 早晚你呢 要把自己的阵型呢 巩固 主要这个红方 这个六路马太厉害了 对 这个草马呢 对黑方形成了 巨大的牵制能力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这个骑啊 红方是行上多兵 就是一旦啊 双方这个有子力的转化呢 像残局过渡的时候呢 就是红方多兵的明显 在物质上有优势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方呢 这个确实就比较难下了 而且黑方这个十五斤六 也支不了 这个挂脚马 这个危险 这番棋呢 也是吸引了这个 这个所有这个 骑手和爱好者的这个目光 当然说这个赛场呢 也比较森严 对 本次的比赛呢 是在这个湖南长沙市 这个望城区 华天这个酒店呢 进行的 本次比赛呢 是得到了这个 湖南这个天龙之药的 大力的赞助 由这个天龙之药的 独家冠名的 这个大家可能觉得 有点怪 怎么为什么叫天龙力醒呢 对 这个力醒呢 是这个天龙之药的 一个产品 它是辅助我们这个棋手啊 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呢 它那个提供了一个 这个这个人身的 这个通过人身提炼 主要还有一些其他成分 人身这个提神的 这个醒脑的这个精油 对 这个应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个大家 比赛的时候清醒大脑 对 就是说的 比如说我们大家在那个 考试啊 或者说的开车呀 或者下棋 就是在大脑非常疲劳的时候呢 这个用一下呢 它能够这个开窍 提神醒导 起到这个作用 对 那么这个 天龙之药呢 也是对这一次比赛呢 付出了很多的这个人力物力 把这个比赛呢 骑手们的照顾的 对 井井有条 非常周到 不管是这个住宿上 还是这个饮食 还是这个赛场 这个就是说 大家的抽签也好 还有赛场的这个 对布局 对 赛场也非常的宽阔明亮 这个也非常气派的一个 这个很大的这个宴会厅 对 应该说在此呢 我们这个代表 各个代表队和骑手呢 这个紧向这个天龙之药的 这个独家冠名商呢 这个表示衷心的感谢 因为也是确实帮我们 树立了一个这个 全国比赛的一个新的标杆 无论是从接待 从方便面 对 让这个像其这个 最重要的一个赛事 像其个人简标赛 我们能够更好的 更圆满的这个举办 那好 那这个棋到底是 洪方如何进一步 取得这个优势的 那我们稍后呢 在下半段的 继续给大家讲解 那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介绍 郑伟同和赵欣欣在决政局 也就是加赛第二块棋的 这个对局的经过 这个棋黑方呢 确实也不好防守 你这底线还漏风 他只好先捕一手 捕一手 那么洪方走 欺兵堕合 他拘四进二 这拘也挺尴尬 也不敢点 点进来 点进来扣住 这个卧槽马太厉害 对 他只能 对 只能拘四进二 这是防守 这样洪方也是平胖 这个棋呢 就是说 黑方呢 就是没有反击之力 这个马又不肯换 换了他打过来 是先手 你这个 就是走不出 走不开 对 而且这个狙炮也被拉住 走不动 没有 黑方好 也没有什么 很好的 这个反击的手段 所以说这个赵欣欣在 这个布局 像中局 这个孤度的地方呢 由于 一两张棋下的不够精准 那么这个棋呢 就是 全盘非常的被动 可能对高手来讲 这个 一个 小小的这个次举 这个失误 这个 这整盘棋 基本就是非常的困难 对 一招错 满盘受制 对 然后他没有办法 他走坡的一 势图反击 然后我们看 张伟统啊 他走得很简洁 他是一将 马七对八 对 其实 我们看 十一他居七平八 这个可以 平居 这个 对居 对 一将 他回来 对 他实战呢 他是马七七八 也是战优 他居七平八也行 我们看 平居 他只能居二进三吃吧 只能换掉 我蹬掉你 吃着泡呢 因为你泡上平衣没有用 我就冰五金一了 对 你只能泡上平三 对 来 威胁我这个 我居八先生再住你 这泡还挺尴尬 对 退一 退一吧 退一 它冰七平六 这一拱那个菊 不知道怎么 克了 你要马来一四 你又自己的 又陷住了 我就简单把冰 都给你飞掉 你要菊四平二呢 我可以挂一跤 好 菊四平二什么变化 去看一下 我挂一跤 跳马江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 介绍几个小战术 那他就菊吃菊 进菊出菊 对 你老像出不来 你出了马来退伍 你丢子 这个泡这还是有作用 你只能二德了 二德我 我这个多冰的情况下 应该说 这个残菊很好下 对 你知道我 我打掉 你知道我 我还可以冰入进攻一室 对 这个也不敢 马六进气 那个冰就太快了 对 胡方这个居兵就可以 就是有一些 对 那个进攻的手段 这个其实就等于是 一居十字寒 这个残菊当中 居啊 这个更加强大 对 我们就是介绍这些战术 就是红方也可以考虑这么走 所以说 红方这个卧槽马 还是很厉害的 对 那张维彤呢 就是说的 他也是体能的也比较 消耗比较大 但是他毕竟呢 还是更年轻一些 张维彤呢 刚二十出头 对 而且他也是在 2014年的 这个个人紧妙赛 然后获得了冠军 现在他是以一个 未免冠军的身份 对 所以他可能心气上 可能更高一些 因为说 应该说张维彤呢 就自己要求 还是非常严的 对 我那个 那天看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 作为一个 成功的人士来讲 不仅是下棋啊 其实方便便便 就是谁呢 对自己的 要求都严 能把自己 控制好 这个才是 获得成功的第一步 张维彤确实呢 他们那个 这个 他们对里边的 这个朋友就说 就是说他确实呢 平时呢 这个 对齐的 非常的认真 这个 也经常呢 这个研究啊 潜心这个研究 这个齐 能够专下心来 我是听那个 齐界的很多 齐手也说 说郑维彤是一个 非常刻苦 一个认真的 一个 齐手 对 当时他还没有拿到 这个全国冠军 也不是 丧吉特医大师 这个 称号的时候 然后他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 很用功的 一个齐手 然后对他 这个 未来的前景 也非常的看好 嗯 那洪方 这个洪方 这个退马正好 防止了黑方 这个抽菊的手段 他要冰七平六啊 就容易 他 可能只能 居四平二 对 这个齐呢 就是说 你看着呢 是一个挺凶的 马上要吃菊 正好不能吃 这个炮丢 所以他也没办法 抽出菊呢 马上进去还抽菊呢 他只能居四平二 对 只能屏这个 这儿的话呢 就是说周文聪 为什么没这么走呢 他可能觉得 这个挺麻烦 暂时呢 控制不住 因为你沃江也不行 沃江他居二平三 四居见面 对 这个齐 可能眼光招一看 被牵制了 洪方觉得 不是很理想 所以他走 七平八 平兵 对 这儿他是绝对先手 那么黑方 这个炮也很尴尬 他就是换了 接受这个换了 因为你发生于 他有病急 又是先手 对 他就接受这个患子 那么对方 把他吃回来 黑方马上七退伍 暂时是一个先手 他居 再进居 对 这个齐就是说 黑方这个位置啊 比较差 可能双方 这两个居 兵种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 兵力兵种都一样 对 但是你就是这个位置 很难受 这个 红方这个 就要这样长不起来 丢相 四五居也不敢动 一动 要马上七七 这又要卧槽 随时跳马进 所以这个齐 他确实很困难 我们看实战吧 对 他同期平六 他也只好先逃足 他八路居长起来 对 红方 红方长居 长居住兵 对 黑方只能走过门 他走过炮击 进一 这个队炮 对 因为黑方看到自己的形势 很艰难 他希望通过这个队子 来试探一下对手 看能不能 简化 那红方当然不肯 他走炮了一次 走的也很积极 他是落了个像 对 金炮是不是 金炮是不是更积极一些 这样以后有炮六平二这些 对 金炮其实也可以 他推向 这也可以 他稳健 他桌上他对方足也是可以 黑方是足六金一冲下 我觉得这几步期小镇还是走得很稳的 他又走一个G8平五 扣住黑方中马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下部期我G8平四把这个足吃了 对 黑方呢 这个没有反击之力了 其实他也可以考虑直接G8平四这个 是 这个期呢都关系不是很大 对 就是说在超过期当中呢 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说我走我自己看得清的期 然后我能够把握住 所以郑维彤呢 实际他的期风格应该说还是刚如并记的 而且他特别是这种细腻的地方还是不错的 对 那张老师您觉得这个超快期除了就是说 走自己看清的招法 这个时间上是该怎么一个掌握 就是如果对于其 就是其名爱好者平时下期来讲 这个我想对于我们的爱好者来讲 我们大家也可以去 去有些网站呢 去下下 对 因为有什么五加三呀什么这种 对 还有甚至有三分钟的这个超快期 对 就是说的这个呢 实际上呢 就是你水平越高呢 它相对来讲呢 就是说的控制能力越强 如果你要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的水平呢 那可能也就是说的玩一把 试试这种感觉 对 因为时间越快呢 你出错的概率越大 越高 因此呢 可能我们大家就过一把瘾 真正 这个有的时候水平不到啊 这个走十分钟的快骑啊 你要走好了都非常厉害 十分钟还经常走的这个前后矛盾啊 这个静走空装 不过有时候下快骑 还是更就是也能体现象棋这个另一种乐趣 对对是 快骑呢 它也很有趣 我们那个队里训练 大家经常续下快骑 好 我们接着摆这个棋的最后的 这个黑方是走了 炮七退六 因为他觉得这个炮 不好走 对 要不然他这个四路鞠永远出不来 对 他就希望能动鞠 红方 这个平均捉足 黑方 马五 金六 马五金六 对 他又是一个 有一个战术埋伏 就说 如果你吃这个的话 对方就解脱了 然后有个 我弃鞠的一个巧手 对 不敢吃 你可以吃马 对 他在躲鞠 这儿的棋呢 就是说红方尽管优势 但是这种优势的差距呢 就缩小了 对 所以这个 我觉得赵欣欣在时间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还能走出这么一个 有带一点欺骗性的招法 对 也是很不容易 好 红方呢 这个初算很好 关键的时候呢 敢于呢 欲驾亲征 对 就把黑方这个马呢 逼的这个位置很难受 是 他就很大胆的把对方这个组吃掉了 然后黑方还是继续贯着他的思路 他希望这个对居 嗯 如果你吃掉 他蹬回来 他马又比较活 马位好一点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又处理的很好 啊 这个过门过得非常好 是 吃掉就没棋了 但是呢 又不能躲 那么红方正好有一个好棋 居有平寺 啊 双鞠 联合 因为你现在这个马不能再逃了 你再逃我简单的 我就砍你试 你也受不了 对 那 那黑方能不能直接就这个换了 我看他不如换了 以后把马回来 这样子不丢子 这个棋呢 是 你不丢子 你这个卧槽马还守不住了 哦 对 这也比较简单 对 有一个这么一个巧招了 那这个棋 黑方也比较痛苦啊 你要是手的话只能就马上再回去 因为你炮长起来 我一将 我一拔鞠 你马上就不行了 这其实你也不行了 我最简单 一将 一回将 跳一将 出将 出将 我一回将 对 那还得进完 那就把鞠打死了 哦 这有个打鞠的球手 对 你刚才知识也不平 知识我把底织也吃了 对 这要鞠丢了 对 所以黑方这个就是子力太分散 对 他就是由于这个草马呢 把对方这个牵制啊 全部牵制牢了 对 黑方这个两个居越太痛苦了 嗯 所以说这个 哎 没办法 这个临场当中确实没有办法 嗯 好的 我们继续来 那他实在 对 跳马江 啊 他是 对 他 将 进将 洪方 进帅 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鞠 退回来 嗯 因为他鞠呢 你不退回来吃掉 也是这个 马 逃不回去 嗯 他可以鞠四平二把你抓死 这儿呢 就等于 啊 洪方呢 利用这个非常精巧的双鞠合围 嗯 把洪方 黑方这个马呢 就是置之于死地了 啊 是啊 等于说这个旗呢 这个走了走去呢 这个洪方呢 这个 步入了这个盛世 黑方走 炮七尖二 啊 洪方 把这个马吃掉 对 然后患子 嗯 吃掉 这个旗呢 现在就形成了这个 啊 双鞠炮 双兵 对 黑方双鞠双足 双方都是摄像局的 这么一个残局形势 应该说呢 洪方呢 只要啊 正常的过渡 应该说 可以稳持胜券 因为无论对一个局 对两个局啊 洪方都可以取胜 而且洪方也还可以呢 组织呢 这个进攻力量 来直接呢 来威胁对方的这个城市 也是可以啊 就是这个旗 洪方也并不怕对局 我们就看看这个过程吧 看看这个过程 我们看洪方怎么这种旗呢 把这种优势呢 来过渡到盛事 好 来 唐南 你看看这个旗 炮了平四 他准备将来 这个陈底居的时候呢 他飞了个像吗 像 小三九 嗯 然后局棋平八对局 这个旗你不对 你早晚也得对 对 这个旗黑方呢 对也不对 关心不到 因为我将来一下底居啊 那洪方就接受这个对局 我们看这个旗啊 这也是一个技巧啊 这个旗就说 对方这个局 局他永远守的这个足林 我们怎么把它攻破啊 对 洪方呢 是采用的传统的走法 他是走炮四平一 实际还有一个最简单的 退底炮 然后四五金四 由于他是两个兵嘛 一个兵 我也可以 然后去 我就可以抢到这点了 哦 就说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对 因为炮兵呢 就可以取冲摄像拳啊 这个作为特异大师来讲 都会这个基本的参局 就剩一个兵的时候 他这种方法也是可以 当然说这个洪方呢 他没有采用 他是采用这个传统的走法 他是这么走啊 那黑方反正这个棋就没有办法 反正你江一军 然后他拘四进一 是吧 他以后也是拘长一部 然后他拘四平一 就是说他肯定能吃到一个兵 以后就是把这个兵对掉 然后他反正就是走这个吧 反正他把这个吃掉 他拱边兵 他拘五圈 他吃掉 然后他对 最终呢 洪方以拘炮兵呢 攻克了黑方这个单拘的 这个防守 取得了胜利 那么也祝贺这个郑维彤呢 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获得了2015年的冠军 也实现了他的二连冠 好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对局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朋友们再见 再见 再见